海关在两间美容院分别检获华尔舞牌美容机 拉了三个人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海关说首获的华尔舞牌美容机 都是发出高强度能量聚焦超声波 达至美容效果 外形与证货相似 但欠缺标签等等 证货机架要贵几十倍 经证货厂商认证 输出的能量与证货有差别 海关早前接获举报 在上星期四和星期一 乔庄顾客去到沙田和观塘两间美容院 各手获一部怀疑务牌美容机 拉了三个女人 分别是美容院董事和销售人员 获准保释候查 海关说美容院以每次疗程 大约一千元给人顾客 收费较正常价格平几倍 由于涉事务牌美容机 有高强度能量输出 使用不当会有潜在危险 呼吁市民光顾顺欲良好的商户 明镜需要您的 Möglichkeit